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故事跟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第十二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有关哦 也就是说呢不管是买东西的人或卖东西的人都不要浪费才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 那我们就来听这个故事的主角李欧娜国王有没有浪费呢 一起来听故事吧 李欧娜国王非常有钱 他想要的东西几乎都有了 他想要吃什么 想要玩什么 通通都不用担心 而且你看看他 巧克力打开了也没吃 爆米花吃了一些就打翻了 手里的蛋糕才吃一口 城堡的管家麦斯就拿着草莓圣袋在旁边等着国王吃了呢 城堡里的东西坏掉了 他也不修理 只会叫麦斯去买新的 而且 他吃完东西也从来不清理 所有的东西啊 只用一次就直接扔到窗外面 李欧娜国王的日子 过得很开心 他总是不停的买买买 看到这个也想买 看到那个也想买 他头上都有一个王冠了 还在看更新更漂亮的王冠 直到有天晚上 传出了可怕的声音 哇 李欧娜国王最心爱的泰迪熊 破掉了 那是他每天晚上 都要抱着睡觉的泰迪熊 陛下 你要别的泰迪熊吗 他们不一样 我们要为你买一只新的吗 那也不一样啊 那么 只好找人修理啦 第二天早上 李欧娜国王 出发进城去了 首先 他来到了玩具店 有手里泰迪熊吗 我不会哦 不过啊 我可以卖你一只全新的 或者 你可以试试 废弃泰迪熊官网啊 玩具店老板回答 接着 李欧娜国王 李欧娜国王来到玩具工厂 他很难过 他很难过 只好回家去 回到城堡 李欧娜国王 一心想着他的泰迪熊 完全忘了留意自己的脚下 他绊弃泰迪熊 他绊了一跤 铺叠在地上 哎哟 这下子 泰迪熊变得更破烂了 嘿 等等 这里有一些 线和填充物 或许 我自己把泰迪熊 修理好哦 李欧娜国王 马上动手 边做边学 怎么缝 他做了一些尝试 譬如说 把手缝这边 用一块布 把他的裤子补起来 哇 经过很多次很多次的失败 没想到最后 终于把泰迪熊 修好了 现在 他的泰迪熊 简直就像新的一样 做得太好了陛下 我该把剩下的这些东西扔掉吗 不不不 等等 我有个想法 李欧娜国王和麦斯 开始分类整理 那些堆积如山 被丢掉的东西 还记得国王一开始很浪费 把不要的东西通通丢到窗外 他们开始修理东西 或者是把这些东西找到新的用途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也获得了很多的乐趣哦 国王用瓶盖代替小车车的轮子 装上去了 麦斯把破掉的风筝补起来了 还有脚踏车的轮子装上了数字 没想到就可以当做时钟耶 旧的王冠 还可以拿来种花 鞋子也可以拿来种花耶 有些东西甚至没有损坏 只需要好好的清洗 就可以再次利用了 现在国王知道该怎么修理 和重复使用东西咯 李欧娜也明白 她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的物品 她开始将自己的东西 分送给其他需要的人 这件事渐渐地传开了 大家开始拿自己坏掉的东西 给李欧娜 李欧娜也教他们 怎么把那些东西修好 当大家都减少浪费 多多回收再利用的时候 李欧娜所拥有的 都是她真正想要的东西 大家也都是这样做哦 好 故事说到这边 小朋友 你的玩具 有没有玩一玩就不玩了呢 食物有没有吃一吃就不吃了呢 这样都会造成垃圾哦 你有没有想办法把垃圾变少呢 所以可以用几个方法来减少垃圾 第一个玩具 也许不用买新的 可以自己动手做做看 或者是玩坏掉的玩具 可以用修理的方式 让这个玩具就可以继续玩了 还有食物要把它吃光光 不要丢掉 最后 最后做到回收再利用 像是穿不到的衣服 不想玩的玩具 和看过的书 你都可以送给亲朋好友 或者是捐出来给慈善机构哦 这些都是对地球很好的行为哦 希望你可以做一个负责任的小朋友 好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别忘了给阿游叔叔一个赞 还有追踪阿游叔叔 听更多的故事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